一张张照片都是污水下水道被含有油脂的废水冲刷 遗留下来的油块 囤积下来容易阻塞下水道 因此卫工处联合卫生局环保局启动机查 增进商家装设油脂节流器 并且宣导维护设备的重要性 主要是因为要透过卫生局跟环保局的力量 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促使餐饮业者的商家 能够加强油脂节流器的频率 其实依照规定 台北市登记以外的餐饮业者 应该都要 依建筑机制规则的规定 都要装设油脂节流器 但是有部分有一些小书店 可能当初书类没有装 那我们证据热区的部分 我们去机查 发现大概有七层左右都有装设 所以我们有去宣导 宣导说小书店或者是一些餐饮业 还是要装设油脂节流器 那没有清理清理它就会造成说 它在油脂节流器的上层 就会有节一层油脂节购的情形 那这个就会降低它处理的效能 所以我们有发现说 因为我们有去宣导嘛 我们就发现说有些商家 它就输于输于那个去清理这些油脂 就造成这个效能降低 那其实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魏公处强调 餐饮业者排放的污水 经常含有大量油脂 若为装设或妥善维护 清洁油脂节流器 大量的油脂排入污水下水道 会造成阻塞 滋生蟑螂老鼠等病虫害 还可能会依下水道法 被处新台币1万至10万元罚还 魏公处也呼吁民众 在家洗碗 可以先擦拭表面油脂再清洗 避免油脂凝结管壁结构阻塞 影响市民的生活品质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